一般孩子是沒有辦法 學習到棒球孩子在場上的這種 壓力訓練過程是很枯燥很髒味 因為你每天都要不斷地反覆訓練同樣的事情 然後可能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 不同的方式去跟孩子溝通 或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他 讓他說你必須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因為你要成為好的軍手的話 你就是要花費你的時間 你的精神還有你的專注力在這個訓練上 女生當然是可以打直棒 能打越遠越好 人家在玩的時候我自己都在練 很...很...很辛苦啊 就熬過來了 Sakuma Aoki had to throw a strike He knew it He guessed right Guessed on that first pitch basketball 因為那場...那場是壓力有啊 就是...冠軍賽 然後那時候...在訓練第一天啊 手忙腳亂打 因為我是學長 決定罵我 然後...就說...要加油 然後...要怎麼把學弟拉起來 最後你一個好的話是不會贏啊 如果打一隻拳一打後面都不會打的 那還是輸啊 少棒所遇到的狀態下 不管他的家庭環境是怎麼樣 他們在球場上面臨到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為了他們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努力 達到他們在場上平時所練習達到的成就感 讓他們在場上能夠盡情的表現出來 讓這些孩子有更多的舞台跟曝光性 不管網路或媒體上面 他們人生搞不好我們長那麼大 可能沒有人能夠上電視比賽 被那麼多人看到說他的表現是什麼樣子 不管好像好或壞 他們以後都一定會拿來對他們的家人畫家長說 我曾經有過這一段 我們除了積極的來贊助國內的這個棒球的賽事 我們也贊助我們的國家代表隊到外國去比賽 那麼我們也每年度都舉辦這個棒球的訓練營 我們推動國內的基層棒球的訓練 一方面也是在為後續的這個 這個所謂輕棒 成棒還有職棒來孤入 我們華南金控會繼續來守護 我們這個熱愛棒球的這個兒童 為我們國家的基層棒球 來進一步來貢獻心力 看來 讓我們去看 感谢观看